像現在全世界女性的那個總統 她是最負責任 還坐滿了任期那個八年 堅持己見就是會面對 解決完成該負責的事情 她的文字是屬於溫和派 但是是很堅定的 維護台灣的主義權 哪裡有派對 街頭有派對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雨潔 我們現在來到蔡英文的滿意度調查 第二站台北 蔡英文總統即將完成8年的任期 在過去的總統大選 分別以2016年的56.12% 2020年的57.13% 連續兩屆也獲得高票當選 但交接給賴清德時 賴清德卻只能拿下40.05%的選票 算是靠著藍白整合失敗才順利當選 小英在執政上 民眾的意見有包有貶 那我們現在就上街採訪 邀請民眾們大聲說出口 究竟對她的失證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那現在就開始反問吧 對她滿不滿意 滿意滿意 幫我貼一張 覺得她哪裡做得不錯 我也不會講 我覺得她好像某方面都覺得都很好的 幫我投票一下 讚嗎 要不要幫我貼一張 讚讚讚 幫我貼一下 小姐呢 我也貼一個 喜歡她做的哪些失證呢 都很好 都很好 做的都很好 我們會幫她舉例一個做的好 太多了 想不出來是哪一樣 幫我投一下 非常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嗎 為什麼呢 好 那小姐妳呢 非常不滿意 爛啊 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都不好 什麼都找 一停電 只有她好 我們不好 對啊 老百姓過什麼日子 那她跟馬英九誰比較好 那是馬英九啦 馬英九哪裡做得比較好 任職 什麼都好 貪污 你看那個軍工叫那個 賺東西 我們不喜歡他 爛東西 那賴清德呢 對他 一樣的爛 為什麼 他們搞台獨 犧牲吃你們年輕人 他們都跑到國外去 他們都有專輯 對啊 他們的孫子都在國外 對啊你們都是炮灰 我們都是肥料 他是滿意 但是有一些政策不滿意 以下的那個什麼 租金補貼什麼 不用經過黃東同意 然後自己 自己讓他炒玻璃間 讓黃東跟黃客這樣吵架 對還有一點說 什麼 戶籍不用經過他同意 因為他可以簽過來 黃智是黃東的 對不對 你這樣子很不公平 所以他個人做那個外交不錯 可是施政裡面就不滿意 那外交是怎麼樣的不錯 讓我們台灣能夠推動到 全世界幹 知道我們會給台灣 我自己是黃東 因為我答應說 他給我寫說 他不會爆土貼 結果他給我脫爆 然後我就被退稅 聽跟我們講 不能說不要經過他同意 那以他跟馬英九整體的話 他比較好 他比較沒有破例 他比較敢 他也比較有破例 我們都有分到錢 分到什麼錢 他領導有方 國家進步 小黃補貼三萬 林佳龍交通部長 黃國彩再一萬馬上就撥下來 那個紀念不是留六千 以前蘇貞昌不是一千買五千 買五千的消費券 就四千剛好五萬 現在的發電網 不然搞大陸國民黨 現在白的白蘭 白蘭 白蘭 都是一樣 自尊昌 黃國昌 沒辦法算 柯文哲人那麼爛 現在要辦了 他這個A的比較厲害 郝農賓就不要給他過了 他就明明過 蔡英文這裡有一些 有些人也說民進黨有些弊案 賴清德還比他更親 你說比蔡英文嗎 對 所以蔡英文有一點 對 賴清德你貪污就送辦 柯文哲人家問他什麼 就開始抓頭 好像沒有洗頭 四年就一直變了 那個時候騙你們年紀 你還好 有智商 他157 你185 相當不滿意 那是 每天都要上班 喔 對啊 那跟他有關係嗎 當 嗯 很近很近 好 那我幫你貼在 非常不滿意 我聽說要上班 你不用說他當總統 就不用上班 懂了 他說拍桌子 大概跟你拍車子 對啊 好 感謝你 那大家覺得這兩位哪一位比較 兩個都一樣 這是哪一個 最常不滿意 他的政策什麼都不滿意 人員政策也不行 給人家那個軍公車砍了也不對 很多 慶祝難輸啦 講不完了 蔡英文這八年的施政 是滿意還是不滿意 可以在裡面 為什麼滿意呢 國際地位提升 喔 那有些人會提到 方交國越來越少 實質比較重要 不用再花一些錢補貼 一些沒有經濟效益的國家 滿意還是不滿意 不滿 非常不滿意 為什麼非常不滿意 口業 滿意還是非常滿意 滿意 哪些政策覺得不錯 經濟的脈絡吧 然後還有 基本工資一直在往上調 對於一般上班族 會比較有 那對未來的總統賴清德 有什麼期待嗎 我希望他繼續延續下去 所以他不滿意呢 滿意啊 滿意還是非常滿意 非常滿意 最滿意什麼 不知道怎麼講耶 覺得哪些政策做得不錯 我覺得長照啊 還有減稅 所以比較少 最滿意什麼政策 都滿意 要給大家滿意 滿意還是非常滿意 非常滿意 好了 我看他很滿意 很好的 那講出你對他滿意的政策 國防外交 自發潛艦 國 國建國造 對 國建國造 像現在全世界女性的那個總統 她是最負責任 還坐滿了任期那個八年 堅持己見就是會面對 解決 完成該負責的事情 她的文字是屬於溫和派 但是是很堅定的 維護台灣的主權 普通嗎 那有覺得哪裡好或不好嗎 也沒有特別好 好 那最滿意他什麼 保中保台 抗中保台 還有我們是製造自己的潛艦 對抗強權 不能像說 像那個 還跑到對面去 那個瞧不起 誰呢 不要假 還是要延續蔡英文的這個政權 像賴清德 這樣才能把援我們台灣 那現在立月沒有過半 會不會擔心有些法案不滿足 當然啊 人數多 舉手多 輸人家怎麼辦 這是大家的選擇啊 沒有辦法 是 不然怎麼辦 對不對 請問對蔡英文滿意嗎 幫我投個票 不滿意 不滿意還是非常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為什麼呢 不才 貼貼紙 哪些點滿意呢 全部都滿意 全部都滿意 他非常滿意 為什麼呢 他不錯啊 哪些點不錯 我比較不順私事啦 就喜歡他這樣 蔡英文這八年的施政 沒禮啦 我們禮貸一窄一堆 每天都吃菜 有哪裡做得不好嗎 沒有啦 沒感覺 非常滿意了 八年都沒有 都沒有烘胎 還沒有水準 沒有水準 沒有水準 沒有那個那個的 說我們台灣怎麼不好 像 很多人 不要講 啊他呢 他可以啦 算啦 最喜歡什麼政策 台灣的政策還滿意 大家都很滿意 那他跟馬英九誰比較好 還是台灣人比較好 馬英九 台灣給他賣掉 這八年來的施政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而且他讓我們台灣知道很多 比如說同性的議題啊 然後同婚的問題 然後讓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說 台灣是很有很自由的 對賴清德的期待 是我覺得他應該會讓台灣更多 地方知道我們台灣吧 非常滿意嗎 因為他很照顧體育的選手 他把那個國體弄得很好 就是說不管是波金或什麼 都可以讓台灣 世界看到台灣更多 我知道他把那個 體育員的那個宿舍 好像有重新興建之類的 因為會有蠻多人覺得 各個體育協會 對選手不夠好 或是甚至有協會自己的人搭 商務艙 選手搭經濟艙 之前我有看到這新聞 可是我相信跟以前比起來 是越來越好的 因為我覺得都有在改善當中 對 就是看台灣的選手 成績越來越好就知道 哪些點讓你不滿意 我不需要說 沒有完美的政策跟完美的政黨 如果有的話 那大家都會跟著這個政黨去做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各有 每個政黨各有有缺點 所以你喜歡或討厭某個政黨 是正常的 但民進黨真的爛的有勝 邦交國調好幾個 還有之前很多 貪汙萬阿 光電阿 雞蛋那個實在是 觀感其實真的很差 還有黨團總召 柯建民 他的行事作風才是 我很不喜歡 像之前他就是一直 那個插黃國昌的嘴 這真的很討人厭 就是讓人覺得 這樣的一個人 怎麼可以在立院裡面待這麼久 老屁股的感覺 還是說卡的那個位置 很多人的表現 遲到 然後被跳過跳過跳過 然後就去院長辦公室 舉那個標語 覺得實在是 你自己遲到 那你還怪別人跳過 你實在是不OK 頭滿意 會覺得他國防外交這塊不錯 你怎麼看 跟美國做比較多那個互動 我覺得這還不錯 但幫交國調的實在是有點多 我非常滿意 非常滿意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這是遲來的爭議 那個陳水扁呢 為我們台北市民 為我們台灣付出太多了 因為最近他要把它特色 對 對 有些可能是因為 他太太的關係 因為我個人認為 他是一個有名的 一個律師 怎麼可能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陳水扁確實是 本土的深綠的 比較經不起這些 我們外來的這些 國民黨人來 來誣蔑他 覺得他哪裡做得好 經濟什麼的 不管讓全世界看到我們的 那不是國防外交啦 經濟要夠全面啦 不是只有半導體 其他都更前面一點 能源政策應該是更詳細一點 你風電跟太陽能 那只是調風 電灰是一種基礎的 基本電力 所以這方面還要繼續加強 渡工這方面太慢太慢了 地質那麼厲害 這台灣怎麼用國宅泥坑的坑不是 看能不能用憲法去更動它 看你有沒有什麼方法促進趕快渡工 我相信 代言大家都需要渡工 憲法沒有推動它 造成了地方支持就很慢 那勸一下大哥是非常滿意嗎 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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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從小看到他長大 對蔡英文滿意嗎 滿意 滿意還是非常滿意 非常滿意 幫我勸一個 對啊 你是什麼呢 非常滿意 非常滿意 股票漲那麼多賺那麼多 賺了多 你賺多少 非常多 蔡英文當總統以後 我的股票滿波滿盆 我可以任你當乾媽嗎 下輩子吧 下輩子 沒問題 對蔡英文滿不滿意呢 非常滿意 執政很好啊 嗯 這八年我們的經濟特別好啊 是 跟中國越離開越好 會不會沾心就是可能會戰爭 不會 自己要強壯 你要靠別人喔 要靠自己 這八年喔 我們真的經濟非常好 早期也是一樣 我們中國 跟中國沒有接觸的時候 我們錢淹加薄 嗯 等到我們跟他接觸的時候 我們失落了二十年 那有些人會覺得 可能有一些弊案 你怎麼看 每一個人做都多少有弊案 大方向是對的 國家就不會走偏掉 貼紙 不滿意 不滿意還是非常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哪些做得不夠好 所有的 包括停電 應該是不滿意就好 很多該做的事情都沒做 我等到最後快卸任的時候 才再準備一些動作 我覺得這樣其實不太好 像哪些是在最後才做的 阿扁特色 這個最近期的最明顯了 在用人就是我們台灣最讚的 這裡面是不是 對 滿意 怎麼都是都滿意 不滿意 哪些點做得不太好 就貧富差距 所以跟大陸後面 他跟馬英九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兩個都不好 應該還是 塞姆比較不好 因為他連一些 人民基本的道德觀什麼 可能都會讓人家有點錯亂 主要是這一點 但在其他施政方面 各有不同的立場跟做法 也都做得不好 我是覺得讓是非對錯 分得不清楚 我覺得是滿不好 我貼一個小鷹 貼在這裡面 先開來 小鷹不是在這裡 非常滿意 對 非常滿意 為什麼呢 讚 為什麼非常滿意呢 我覺得他整個經濟呢 國防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不運不照 非常好 幫我投個票 我們差到最後一個 好啦 非常不滿意 為什麼非常不滿意 預設攤得那麼嚴重 他的那麼光明正大 我覺得這幾年大家也都不好 非常不好真的 其實我覺得他輪流做 其實說真的 其實三檔都不好 沒有輪流 根本就大家都輪流攤就好了 對啊 就變成一檔獨大 有些人覺得國防外交不錯 你怎麼看 那個都用錢堆出來的 對啊 都沒有意義 那不如把錢拿給那些下一代 也比較贏 跟那個兩邊處不好 我也覺得也滿累的 兩邊處不好是 跟那個中共啊 對啊 你看 本來說當四個月 現在要當一年 突然有一天突然 還跟進步真的打過來了 完蛋了 你是當四個月還是一年 我一年 我沒有啦 我已經都三十幾歲了 所以我是當一年的 可是後來我弟 他們都當四個月的 所以現在突然又改一年 我覺得 也辛苦後面的人 我們完成了五十票調查 先來公佈票數啦 非常滿意 三十 滿意 七 普通沒意見 二 不滿意 二 非常不滿意 九 滿意跟不滿意這邊的差距 真的是相當的懸殊啊 那這也僅代表 泳村航空市場 這裡的 民眾們的想法啦 單純滿意比上不滿意 則是三十七比十一 那麼我們最近 也新增了分數的制度 那算法分別是 兩分 一分 零分 負一分 負二分 那麼蔡英文這一集的結果 加總之後是 四十七分 算是相當高的分數 已經有點接近盧秀燕跟陳其邁最好的結果囉